這個問題 我覺得那些人在這裏答他是多次的 可白自己都說這些錢是我 當他沒有伴侶的時候 他就把那個戶口 寫上他女兒的名字 那錢是可白的 寫了他女兒的名字 因為如果不是 當他死了之後 那些錢是這個維產管理局凍結了他的 你要證明這些錢是可白給他的 因為這樣證明是很困難的 第一個 你都需要去移民局11樓那裏 一個證明 證明了之後 就說你要證明你的家世了 你的父親是誰 你的祖父是誰 你的媽媽是誰 這個 而當時的新聞證是你爸爸替你申請的 還有 你要證明 最難證明就是 你爸爸在外面還有沒有小妹妹呢? 有沒有外遇呢? 如果有這個維產 他們也會去找他 所以這個 我曾經幫他做過 是很煩很煩的 有什麼? 你的意思現在 可白其實是 他可以存在一些法律的圖件 拿回他的錢 四百五十萬 如果錢是屬於他 他在自己戶口拿回 你女兒幹嘛在那裡 又不是你賺的 那關你什麼事呢? 可白都要給誰就給誰了 那現在關鍵的原因在哪裏 可白的子女 現在關鍵就是 很多不認識的人 可白的錢 跟她的女兒開了聯合戶口 她的女兒現在把那些錢不肯 給老伯拿回來 讓她們組織一個新家 這個是她的女兒不孝的 現在的問題 就是不是一個法律的圖件 變成一個社會的 大家議論紛紛的一個花生 這個問題就是 我首先要說 這筆錢是不是可白 如果是可白賺的 可白應該認為怎樣花 或者她放在街上派錢給別人 可白是有權這樣做的 不過 她寫完你的女兒的名字 就是準備 她如果死了 她女兒可以動用她銀行戶口的錢而已 現在她取消了她女兒的名字 拿回來自己用 有什麼問題呢? 那時候沒有女朋友嘛 就怕她死了 那些錢 她的女兒差不多 殯儀啊 等等那些錢 她的女兒可以在那裡拿嘛 現在她有回 她想想她自己的新家庭 她拿回自己的錢 有什麼問題呢? 那現在那些兒女不信 何太呢? 那些兒女啊 因為你那筆錢 你如果可白是寫了 她的女兒或者她兒子的名字 而第二個親戚 當然是不歡喜啦 但是如果那些錢真實是可白賺的 可白有權怎麼用 愛人不得依牙鬆葛 即使是自己的子女 那麼現在那個問題去到 現在這個時候 社會的輿論對她兩個都挺大效的 甚至乎覺得 社會輿論有很多不懂什麼叫法律嘛 又不知道啊 如果可白死了 當日可白的原意是什麼呢? 為什麼那些錢都要交到全名戶口呢? 就是擔心那時候可白沒有人嘛 還沒有人嘛 只有高功贏的這樣 所以寫了她的女兒的名字吧 想著她死了 她的女兒 起碼買棺材什麼都可以在那個錢裡用嘛 現在可白不是嘛 現在可白是有了新的伴侶 她以後她的生活要真正照顧她的老婆 所以她拿回了錢 在銀行戶口那裡沒有她的女兒的名字 有什麼問題? 那金蘇你看到這件事 感覺到 社會上有一些輿論一面倒 不明道理的人亂說話嘛 因為我幫人家玩個遺產事是很困難的 現在變成社會問題 大家不相信何太 這個怎麼辦?好像不相信何太 我白信就可以了 好像你的老公 大家都不相信你那個老公 你一定會問關你什麼差事 是不是? 你覺得這是什麼一個文化的矛盾 中國文化的矛盾? 那些人不懂事嘛 還有因為為什麼 這個錢如果是可白賺回來的 最後那段主意想怎麼用就怎麼用 那為什麼這個社會感覺不相信何太是大內人? 那些人不懂法律嘛 社會是不懂事嘛 我都說如果那些錢是可白 可白跟女兒開了共同戶口 然後接著我現在取出女兒的名字 我的錢拿回來自主 有什麼問題? 不是 哎呀 不是信不信呢? 香港人是 但是有一幫大陸的事情都來香港 排斥得很厲害嘛 所以有什麼問題呢? 其實可白這件事是沒有問題的 只要那些錢是不是可白? 如果那些錢是可白跟女兒一起賺一起入戶口 可白應該跟女兒分清界限 可白可以自己自行你自己那一份 就是一用你的錢 你可不可以別人 別人包的錢可不可以別人煮菜 你說怎麼怎麼做? 那可白可以從法律的套件拿回她那筆錢 不用她倆的錢 不過你們報紙在這裏亂罵而已 沒有人出聲 沒有人說不死 明白 那個社會的 社會呀 什麼都有人亂說話的 那麼如果可白是鞋子 何太是鞋子怎麼算呢? 喂 可白是幾十歲人 他那些錢準備給誰 就是由他決定 鞋子不鞋子 外人不得意額松狡 可白用他和他女兒亂名的戶口 我們現在要分清楚 可白那些錢是不是完全是可白賺的 現在可白取消她的女兒的聯名 她有權的 她即使是被人騙 她都覺得心甘情 因為我這麼辛苦賺的錢 為什麼你們不來養我呢? 你不照顧我呢? 我現在要找一個人 一個伴來照顧自己 是不是臨老有花蟲這個 不是 臨老的人很想找一個伴來照顧自己的 好像我這樣 我有時候跌倒 喂 走得起床啊 都要拼命叫救命遊街的人賺我了嘛 很多東西都是需要人幫忙的嘛 那我本事我當然找一個來服侍我自己啦 臨終如果我有身家我當然給他啦 因為我臨終的時候 他是服侍我 這個酬勞是應該值得的 所以就不要用輪流入花蟲去怎麼樣去 當然不可以啦 你知不知道那個老人家單獨住啊 沒有人照顧 沒有人性啊 你知道那些慘 全不知道啊 那有一點他們兩個在電視上要曬音樂 要在那裡互相之間吃吃 那有些鏡頭 人家都好像有個 有個明星真理 是不是?都在那裡說 要嘔啊 要什麼的 那你覺得他們兩個在電視上都不要這麼做 不要做一些親密的事 令到別人看得很容易 這兩個人 這些個人行為 是沒有違法的 你們可以讓他做的 因為黃白 你那些子女有沒有跟他住啊? 有沒有照顧他啊? 他一個人在那裡 單人的生活是很慘的 好像我這樣 人家跌倒了 要大聲叫救命 叫人家扶起啊 或者很多事情 有病 叫人家扶你 看醫生啊 完全 都要人家照顧的 那這個香港社會應該 應該怎麼看這個問題呢? 現在有些朋友就是 香港社會是遷了線的 香港政府寧願出 8、9、10千元 去給那些老人家 來津貼他進去住老人院 為什麼?很多人都不願意進去住老人院的 好像我不會去住老人院的 因為如果我進去住老人院 政府就少了一個顧忌 政府一直說嘛 如果我做錯了 有人司法覆核我 他就是 心就直至我了 如果我有什麼錯 有人司法覆核 如果我進了老人院 怎麼司法覆核他? 嗯 但是李隆基對他的太太是很恩愛的 我朋友在懲教署就說 他每個星期李隆基都會探望他的女朋友的 那些人都會探望他的 你怎麼會探望他的 他要探望他 他要探望他 不要探望他 他探望他 他要探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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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怎樣?是世界金融中心的位置 誰搞成這樣? 你知不知道現在的市面是多慘? 好像長洲那些食肆說一天做不到四台客 每天都要吃兩萬元 如果再撐下去他們都會收集 就是因為他們的政策的問題 因為他們認為 你那些人走了去英國 我可以在大陸請回的人 但是你在大陸請回的人 他在香港做的會不會在香港買樓 會不會去香港吃東西 放假就回大陸了 所以一路一路消費都是慘到極 一路一路衰退 股市、電視、食肆都說了每個月吃2萬元 一天沒有四台客 長洲那麼旺 吃東西那些是否貴了?吃東西 沒有貴是沒有人光顧 便宜都沒有人光顧 所以你都看到都不是很舒服 心酸 當然了 好像流雨一路掉下去 為什麼? 那些新來的 他說 你走了我可以在大陸請回一些人 但是他們會不會在香港買樓啊? 會不會在香港消費啊? 放假就回大陸了 那你對現在的香港經蘇你都70歲人了 他心前的感受會是怎麼樣呢? 看到他慢慢慢慢退步 我不是70歲 我是80多歲人 83歲啊 哎呀真的 1939年84歲 現在一點都不像啊 嗯 我也是盡了一個責任 是說我的狗 我有一隻貓很怪 整天我的貓死了 現在還剩一隻狗 好 如果我的狗去吧 我就去 我就離開香港的了 是啊 人性的嘛 我陪了你這麼久 你都已經 你不可以 丟下它 就會離開 近來香港的情況又怎麼樣? 大家都有過 看看 當日這個 當日我們的主席 收回香港的時候 當時的主席這麼說 我們香港人是有能力 是做到比以前英國人做得更好 但是現在怎麼樣? 是不是做得更好? 喂 大家看一下 那 而當時的騰生指數 回歸之後 三萬幾點 最高 現在跌到多少? 萬六萬七點 這個這樣的情形 為什麼還沒有人出聲呢? 又亂到字 又字到興 是不是興啊? 是興啊 大家想清楚了 我今天說的話就是這麼多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意見呢? 好 拜拜 謝謝你 以後有什麼我再說給你聽吧 謝謝你 謝謝你